时间交给 马尔教授 谢谢Cindy 好 我们再看这个题目 我们一直在讲健康的教会 第一个问题是想问大家的 一个健康的教会 当然就是一帮健康的基督徒来组成 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 像医生报告一样 最近有没有看医生吗? 有吗? 我就去查询了 医生跟我说你小心点 有些东西是不让你放入口 你就不要放入口 他就说你也不用了 应该留意你自己 然后你又睡得不好 加上很多东西 你就玩完了 他就给了一个报告 然后我就说 OK 有些东西是需要承认的 对不对? 我自己也有一些生活上面 一些的 或者在练习上面 一些的adjustment 吃东西就少了等等 吃东西就少了不是因为穷 吃东西就少了 因为有些东西是真的不能放入口 那就算了 我就不吃那么多 我喜欢吃的东西 一个Malaxy Report 然后圣经给我们教会 基督徒都很多时候有一个Malaxy Report 去查一查 到底你是否健康? 查一查到底是否健康? 我记得在这个series里面问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信得耶稣来的 就知道 很明白 一个健康的教会 一个健康的数联生命 就应该是怎样的? 是不是信得来就知道? 不是吧? 可能是初信的更加清楚 就是shame on us 有时候是信得来的 反而不是很清楚的 问一问健康的基督徒是怎样的? 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怎样的? 举个例子 一家好的餐馆应该是怎样的? 是否那个menu里什么东西都有? 是不是有成千样menu里 你进去选择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选择? 有没有去过这些餐馆? 百多个menu item 你怎么选择 选择了15分钟都没有选择?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餐馆 每个东西都有齐 包罗万有的 就是一家好的餐馆 另外一个例子 看看你的家 你的家 是不是每个东西都有? 但我问你 如果最近你家想买些什么 想到想买些什么? 你家欠些什么? 欠些什么 欠些什么 欠些什么电器 一些需要用的用具 有没有? 常常都有的 是吧? 买的都买不完 是否你家里什么都有 就是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家 英文很有意思? 英文是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婚前辅读的时候 我和太太 那位监察跟我说 You are not building a house You are building a home House and home 有什么分别? Home是在说relationship House是在说什么? 硬件 有什么楼头 厨房多漂亮 雲石造 地板多漂亮 木的地板 冷气多好 但里面是怎样的? 看你的home是怎样的 看你的relationship是怎样的 其实教会都是一样的 教会都是一样的 这个题目值得我们去想一下 什么是一间合上帝心意的教会 再次 不是先把我们的依存 放在头上 可能人们问到你一个好的教会是怎样的 你说各样都有 有儿童事工 有pre-case事工 有小学事工 有中学事工 有大学事工 有青少年事工 等等等等 所有东西我们全部都有 那是否一定是好的 我们不是建立一个房子 我们建立一个家 对吗? 不是我们的依存是最重要的 是上帝的话语 这个才是最高的权威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上帝的说话 上一次我们看了《歌人多前书》第十二章 那里讲到每一个在我们在座的 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的 如果你是未信的 你是在摸索的 除外 如果你已经信了主的话 无论你信了多久 圣灵按照它的主权 是给了你恩赐 给你恩赐的原因和目的 就是为了造就教会 《歌人多前书》第十二章 保罗就是在处理这个 《圣灵的责任》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责任》 那你们如何使用这些《圣灵的责任》 来造就教会呢? 当然《歌人多教会》 可能是新约教会里面 众多的教会里面 最丰盛的一间教会 知缘知才是最丰盛的 因为在《歌人多前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 保罗开头的时候 通常他们会说 为了教会祈祷等等 他居然说了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 因为你们在神里面 在主里面 凡事复足 就具有各种口才 各种知识 这间教会好不好? 最确定的人都在那里 社会里面 或者教会里面 所有有口才的人 有知识的人 都在教会里面 但是这个教会 又是最混乱的 又是最混乱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人 他们追求这些财干和恩赐 就觉得自己是十分熟灵 觉得我比其他人动建更加好 我的经历就比较深一点 其中一个因子 大家知道 就是讲方言的因子 我们不是那种传统 我们不是那种 就是《歌人多前书》 讲方言 那种传统 我们未必会直接去处理到 他里面处理讲方言的问题 但是保罗提醒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中心 每一间教会都可以听的 或者每一间教会都可以应用的 原则就是什么? 你具有超凡的能力 给人多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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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知道 保罗说是出自上帝 是圣灵所赐给你的 按照他的主权 按照他的自由 给他赐给你 以至你能够使用在教会里面 运用在教会里面 因此的目的就是为了 the common good 所以保罗就在12章那里说 用身体来作一个比方 是吧? 12章最后我们再看下去 27节 希望基督的身体是各自都市之体 神在教会里面所自立的 第一是仕途 第二是Prophet 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的是行义能 再次的是医病的恩赐 帮助人的 治理人的 最后是说方言的 再次我说过 他特意将他们最渴求的那样东西 最能够表现到那样东西 就是说方言 他们就放在最后的 不是说那样东西没有价值 而是保罗说 因此的目的 是要去造就其他人 使其他人有common good 能够分享得到 如果是没有的话 那个恩赐 可能就要想一想 怎样去发挥出来 怎样都好 保罗就是说 你有的恩赐 就应当要去发展去运用的 最重要 就是上帝要求你的 是要去使用你的恩赐 去祝福其他人 12章最后的时候 继续看下去 再到第13章 12、13章 12章第31章 他说完这些恩赐的时候 他说你们要追求更大的恩赐 他说过来不多教会 你们有很多恩赐 好啊 你去追求更大的恩赐 不过 你欠了一件事 就是要追求最大的恩赐 the best gifts 最大的淑灵的恩赐是什么呢 你们要去追求 就是我现在将这个最妙的道去指示你 13章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 应该 他说我若能够说 以前和学本就是万人的谎言 和修版 和学本的修订版 就是我若能说人间的谎言 甚至天使的语言 有没有听过天使的语言 有没有听过天使的语言 应该有 有吗 没有 通常我们听了就回不了 有些人都是这样的经历 near death experience 听到天使很微妙的声音 如果我能够说到 唱到这些话 这些话语的话 却没有爱 我就成为明的罗 响的拔一半 如果我能够有先知广道的能力 可以明白 所有的傲辈各样的知识 有齐备的信心 使我能够移山 这个信心失去了 却没有爱 算不得什么 如果将所有的财产 来救济穷人 又去牺牲自己的身体 让别人夸赞 这个翻译可能比较好 牺牲自己使别人能夸掌我 却没有爱 与我无益 却没有爱 三次出言 说了几个例子 应该这些道理都很清楚了 不需要怎么解释 一个教会 有多少东西都好 或者你要求多少东西都好 却没有爱 算不得什么 不需要 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 一定是在上帝的眼中 不是我们的眼中 我们可能觉得 每个东西 包罗万有真的好 每个东西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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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但是圣经说了什么 却没有爱 算不得什么 上帝往往看的东西 跟我们不同 教会 在过去几年 我相信我们都很努力 我们作为童工 包括很多很忠心去侍奉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会累的 我们都会累 因为咬了几年 我很想在这里欣赏一些 在我们台前幕后有很多的同工 我不能够每个人都说 但我真的很欣赏他们 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缺点 在我们可以安坐在沙发 或者躺在床上 我们去看YouTube 或者甚至不看 他们一直没有缺点 从啟之后 我们都是不眠不休 我们都是拼命地做 我们还有很多特兴姊妹 是做外展 每个每次去做外展工作 去派食物 去接触一下一些街坊 一些朋友 真是很不坏 儿童时光 重啟之后 你有没有人来 他都照开的 对吗? 你可以选择今天 I don't feel like going right? 或者我小孩都不理了 他在什么? 他一样在 我那几个义工 我真的很欣赏他们 没有休息 昨晚他们还在备货 你讲一讲我老婆 我真的很不坏 我觉得她很忠心地侍奉 都下了力 没有休息过 你说常常叫我休息 不如你叫她休息 好吗? 在我这么多年 和她一起侍奉 在不同教会 我发现了一个道理 就是 当我太太高兴的时候 教会应该是健康的 当她不高兴的时候 我就不健康 我在教会 可能都是一般 I can understand that 因为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很多时候 都有顾客的前接 因为我们来去receive service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去接受一些服务 有谁去餐馆吃东西 那个侍应是不理你的 你生气吗? 生气吗? 你怎么去教育他? 不给提示 没错 平时已经不给了 这次更加不给 平时有给吧 就算你了 平时有给 现在生意很难做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去给提示 我给多了 因为我真的给多了 我特意给多了 他做得好不好也好 大家想想 教会就不同了 如果挑剔得多 意见多多 手指尾也不愿意去动 因为我又呼吁你 不要做一个明的锣 响的笔 因为这个对你没有益 因为看到吗? 是上帝要求你 这个是你在上帝面前有的呼召 追求更大的恩赐 就是爱之道 the way of love 爱的道理 所以在这里呼吁你 不要做一个明的罗响的笔 不如 来教会的时候 你挂着口上 另一句说话 how can I help you? what can I do? 我之前认识一个很好的长老 他真的每次来教会 他都是这么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how can I help? how can I pray for you? 我会有什么为你祈祷?等等 起码你挂着口上 哪一句这样的说话 你会提醒你自己 这个是教会 上帝的家 我是其中一个上帝家里面的家人 what can I do? instead 我来到是消费的 当然你是刚来教会 或者你在摸索 不知道信仰是什么 你想摸索探索一下 脆爱 但我想说 如果你是在基督里面的人 你是信了主的 你自然的心态 你的取态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 right? 人们看到你的取态 都应该是不一样 人们会问 你来教会 原来是这样的 不像去餐馆 不像去消费 不是religious consumerism right? 特别是在我们中间信得下去的 有谁信了十年有多的? 在我看到的真的不少 十年有多 十年做到牧师出来 知道吗? 读神学 读三四年 信主五六年 你就可以 训练到你自己 成为狗领袖 是吗? 尼教会 追求更大的毒 更大的恩赐 爱之道 尼教会 他说 How can I help you? How can I use my gifts? 这个就是home 不是house 这里我认识一位弟兄 我真的很感谢主 我不说名字 他工作很忙 常常加班 他说他出不了力 但几次跟他聊天 无论是在家里跟他聊天 或者约他聊天 他也是这样问的 他有什么可以奉献 有什么可以 我慷慨的去帮到你 我很为这些生命感人 那次 谁说到什么奉献 受得奉献 岁前岁后 谁说 是的 受得奉献 岁前受得奉献 岁后受得奉献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Interesting question 你不觉得这个 question 其实很愚蠢吗 为什么会这样问 你训练你的小孩 我记得说过这个比方 训练你的小孩 小到大 他开始懂得行的时候 你说Don't touch the hot stove 你也训练你的小孩 你训练你的小孩 你都不太能碰 到大大的时候 如果8岁10岁的时候 他都不碰那头 17岁20岁 他都是不碰那头 30岁也不碰那头 你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碰那头 你从小到大教我 Don't touch the stove 你不觉得很私怜吗 因为他不明白 Don't touch the stove 是什么意思 Use the stove properly 到你大过的时候成熟的时候 就自然不需要问这种硬的规矩 你需要有智慧 因为你成熟了 所以就成熟了 岁前岁后 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 I think it's a silly question I think it's a stupid question OK OK 我们要个数字 你喜欢有数字 十分之一 你喜欢有数字 十分之一 虽前虽后也好 谁是少的 十分之一 行不行 我这样回答你 你不需要挣扎这么多这种问题 奉献吧 但如果你说 是不是真的有十分之奉献 如果你要归纳旧约里面 那些奉献的所谓条例 奉献的律法 其实是三十分之一 你有没有想过 Josephus 在第一世纪耶稣的时代 他说猶太人是给三十分之一 因为还有第一次 然后有每年三次去朝圣 等等加上还有给窮人 那些等等 三十多分之一 美国税高不高 高啊 你试试去加拿大 加拿大可能更高 Well I think it's a silly question 因为最主要的是什么 应该是从你和上帝的关系 那种的爱 来奉献出来 其实最主要不是受得奉献 最主要是慷慨 Generosity Generous 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弟兄就是 Generous 是什么意思呢 受了奉献 是不是受了奉献 受了奉献 受了奉献 接着那九分之十 十分之九 sorry 十分之九 90% 就除得我容 一样都是我自己的 脑一分一毫都是上帝所辞 那点就是我们要 Be generous That's the whole point 不是再问那些小孩要问的问题 要长大 我刚才问你 信了主多久 十年那些 没理由要再问这个问题 It's a silly and stupid question 因为上帝说什么 你在教会建立上帝的家 就是一个爱之道 爱之道 The way of love 十三章第四节 第七节 爱是行狗引来 又有恩赐 爱是不侄道 不自夸 不将狂 但这也不是说婚姻 这段圣经 所谓《伟大的爱篇》 如果你还没看过圣经 你要知道这段圣经 是历史中最伟大的 外篇 读到哪里 不将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存 不轻易化老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宜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不是说婚姻 而是说教会生活 而是说弟兄姊妹 大家之间 应该如何去相处 这是最大的恩赐 更妙的道 就是爱之道 因为有多少的恩赐 有多少的资财 有多少的programs 有多少的活动都好 如果没有这一样的话 算不得什么 so what 你看你的房子 有多漂亮 值多少钱 很厉害 但是里面 关系做得不好 搞得不好 是不和谐的 家就不成家 Who cares 你住的3000尺 9000尺 百万房 洋楼 I really don't care care的是你夫妇 你家庭 你之间的关系 如果关系好的话 住900尺有什么所谓 Right Sexy 吃什么有什么所谓 好 你吃蟹 吃龙虾 天天吃海鲜 So what 胆固上更高 要有爱 你才能成家 上帝的家也是一样 爱是恒久忍来 也有因子 这些都是很self-explanatory Right By the way 这里虽然不是说婚姻 但是各种东西都applied to婚姻 Of course 恒久忍来 那里没有一样东西是跟romance有关的 全部都是motion 不是emotion Motions of love 恒久忍来 所以 有因子不质道 不自乱 不自乱 不作害羞 不求自己的逆住 先求对方的逆住 凡事 是忍来的 All emotions 你留意到形容爱 有什么是抗衡世界的文化 世界很多时候在说的爱 但跟这些往往是相反 Quick temper 求自己益住 轻易的法路 计算人的恶 所以我 昨晚我们家人去看一部电影 因为我的女儿 Rachel 很想 她常常重看一些电影 有些电影 看了很多次 她都要再看 她昨天就说 不如我们一起看这部 Cars 我说不是吧 看Cars 1 你知道什么时候拍的 什么时候出的 2006年 十几年前 但是Remaster了 4K的 看Cars OK 看Cars 我们一家人就去看Cars 故事你记不记得是说什么 故事就是说 一个年轻的快车 like McQueen 红色那只 他就是逢跑必赢的 逢车过车的 比赛一定是赢的 他就很想很想赢一个大奖 一尾就想是世界冠军 但是不幸 他就被逼流落在一个 就是美国的小镇 大家可能开海外经过 有些小镇 有些小镇有几百人 很小很小的小镇 他就流落在那里 他就很想很想走 因为那个小镇阻挡住他 阻挡住他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他就流落在那里 但是那个小镇 也很富人情味 那里大家虽然人不多 但是很富人情味 谁知道在那里 就流落在那里的时候 他就遇上了一个 退休的神车手 退休的神车手 那个神车手 是赢过很多长辈 就是他想赢过那些长辈 赢过好几届 那里面其中一个对白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神车手 就去跟他说 他说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care about something except yourself 你想想上一次 你关怀的、关心的东西 是跟你自己没关的 是什么时候? 我知道 爱之道就是这样 不求自己的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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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单止 婚姻是这样 教会生活都是一样 在关系里面 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一个 你走在一起 有一个团契 所谓聚会 里面有些什么? 性格是很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那些人 你走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求自己的义处 是爱对方 在我们逆后的世界 我们更加需要去重整这件事 有一件事令我很诧异 几年的疫情 可以完全侵蚀了一个 基督徒的生命 疫情之前很好地 疫情一来的时候 他整个信仰的生命就打垮了 这真的驚蚀了我 怎可以是这样 你和上帝的关系 是一个永恒的关系 因为一个疫情 什么都可以忘记 我只是不明白 或者一个疫情 令到我们 不懂得控制我们的情绪 我们需要学习 学习什么? 保罗就是说爱之道 他说了什么? 爱是必要的 有因子没用 有活动没用 你没有爱 算不得什么 爱的定义 然后他说爱的长久 爱是永不知识 先知的讲道 都归于无有的 港方言的 终必停止 知识也要归于无有 在说什么 我们不是那种传统 不是灵恩的传统 但是 就算你有多少的活动 有多少的program 有多少的services都好 终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只是有限 先知广道的 有任何有的恩赐 都会是有限的 到那完全的 来到的时候 有限的就会消失 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 小孩子 心思就像小孩子 意念像小孩子 长大成人了 我们就把孩子的东西去丢弃 现在我们有的东西 就是对着镜子 模糊不清 到哪时 我们就去面对面见主 想清楚 目的最终是要做什么 完全的来到位 见主面面对面的时候 到底什么是常存的 信忘与爱 在这三样里面 最大的是爱 你想想你花多少心思 多少精力 去做些什么 有没有花更多精力 你去行爱的道 这个才是最大的因子 结束的时候我想讲一个例子 就是最近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 一个消息 这间小小的大学 叫做Asbury University 在Kentucky 就是2月8日的时候 一个平日的祖会 一个chapel 学生一起敬拜 然后听道等等 谁知道完了之后 那些学生不想完 他们就自发的 继续聚会 继续去敬拜 讨告继续去学习 甚至去奉献 去侍奉 等等等等 一路一路继续聚会 是24小时轮流的 不停止的 已经三个星期了 最后校方说 我们是时候停了 我们是时候停了 但是校长说的东西很有意思 他说 无论你怎样去传释 这件事也好 是不是一个復兴 所谓的復兴 是不是圣灵所给的 一个属灵的奉兴 也好 怎样去传释也好 校长说什么 他说 People are hungry 他们想去到 渴求上帝 想在上帝的同在里面 去归向上帝 去敬拜上帝 是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现象 你怎样诠释他也好 怎样解释也好 校长说什么 他说 他见证到什么 他见证到圣经里面所形容的 《圣灵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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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的果子》九样 第一样是什么 人爱 人爱喜乐和平忍耐 《圣灵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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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澎湃的 這樣好不好 敬拜的時候 音樂的時候 音樂敬拜 好 但如果是顧一下心態的 我就不做 What's that for 多動人都好 算不得什麼 就是這些人的生命 有沒有去歸向上帝 這個才是最重要 他有沒有歸向上帝 而在你個人的生命裡有重整 在你婚姻的關係 在你家庭的關係 在你家庭的關係 能夠有重整 在你教會 工作 甚至整個社會 能夠有重整 這個才是最重要 有多少 放多少炮獎 放多少煙花 算不得什麼 最重要是你的生命 有沒有被改變過 求主幫助我們 The way of love The way of love 花時間 花精靈去做這件事 誰去負責 你個人的生命 能夠實踐愛的 你不是教會 誰去負責 你小朋友的送來生命 你不是教會 是你才行 但教會可以輔助 誰去負責 你有沒有一個美好的 見證的生命 你 責務方態 如果上帝的愛 已經進入你的生命 We'll let it be 讓上帝的生命去充滿你 去改變 去更新你 以至你能夠成為一個 成熟的記錄徒 健康的記錄徒 以至教會能夠健康 我們同心帶來的基督 主要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愛我們的神 縱使我們是破碎 我們是軟弱的 但是因為你對我們的大愛 在基督的十教裡面去彰顯出來 主要我們的生命 願意讓你去傾著 讓你的愛充滿我們 以至我們的生命能夠去彰顯到 基督自己的生命 以至我們的教會能夠成為一個 合理心意的教會 求主你聯盟 由我們的教會 能夠去討你的喜悅 去榮耀神 祈禱奉諸明 好 完神的祝福各位 下個禮拜能夠和大家一起去試奉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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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討論